易经风水学的教育是维新圣教红法立生的根本,不论是深入各地社区的易经大学成人教育,或是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和终身学习推广教育,都是维新圣教推动消灾化解、天下太平、转世界和平法轮的重要基础。 在鬼卯年,维新圣教宗主仍然奔波在易经风水学教育的最前线,不但在二月和六月陆续于金门和高雄原山举办了两场易经风水学讲座,将易经风水学的平安圣法传播到当地,让乡亲父劳有缘大众共同来学习至圣妙法,普愿大众皆得平安。 更在三月和六月,于总本山贤佛寺千佛大禅堂,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国知会长举办解宜讲习,为全国知会长同修们传道、授业、解惑。 其免知会长们尽心尽力,为弘扬道业,促进国家社会大众的平安而努力。 宗主也不时带领维新天剑博士班的同修们,至各地户外教学,传授上盛的易经风水学心法之禅。 为新加入学习行列的易经大学学员主持宣誓大典,其免同修们好好学习,保护自己的平安,也帮助众生平安。 更为修学有成的易经大学同修们主持结业典礼,祝福同修们迈向下一阶段修行历程, 其免同修们努力精进,同时也在九月为正旗班三十届举行开课典礼, 其免大家要来读正旗班,精进修行,来上课,来学习,来得到平安。 并珍惜老祖师尊与师父给我们的平台,要充满感恩来上课,用高高兴兴的心境来揭法共修。 跟随宗主的脚步,维新圣教各教育单位及法讲师们也纷纷效法宗主教育育人,共转法轮。 各分四道场各班级与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各课程的授课法讲师, 皆尽心尽力,无私付出,安排户外教学,以实务配合说明, 印证课堂上所教的知识,指导同修学员,更深入地研究了解易经风水学。 而在为大专学子举办的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 也在因疫情影响停开竖期后,于今年7月再次举办第21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 宗主混元禅师亲临主持,勤勉鼓励大专学子们努力精进,用心学好易经风水学。 经一个月的密集训练成长,于8月举办结业典礼。 青年学子们未来将运用学得的易经风水法门,活用在人生道路中做出正确的抉择。 另外,维新圣教学院在2023年依各课程需求, 不定时邀请国内外学者专家前来,为学院研究生等学员师生进行专题演讲, 贡献他们的专业智慧,分享给大家, 让学员们从各面向多元化地吸收相关课程知识, 丰富学习研究面向。 同时,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 在授课课程中也不断地邀请各方面专业人士, 以视讯及亲自讲授等方式, 为学员们进行各种专题演讲, 提供各方面专业知识, 包括各国内外相关宗教历史、教义与其研究, 来增广学员们的见闻深度, 包括澳洲国立大学裴宁教授, 韩国大臣大学金太书教授, 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玉珍教授, 中研院院士李丰茂教授, 韩国大臣大学李金元教授, 越南高台教阮郡俊帝主任等等, 丰富的演讲内容都让硕士班学员赞叹不已。 而通式博雅专题讲座, 也在台湾鬼谷文化学会, 即南天文化院杨吉东院长 和诗讯处原品法师的积极办理下, 举办了两场次的专题演讲, 邀请黄启芳教授、 陈世雄校长、 邱昆玄教授及吴永昌教授等专家学者, 为同修们开拓眼光,增广视野见闻。 除此之外, 益京大学校长原艺法师也呈宗主指派, 与宗主办公室原新主任, 教务处原贤处长, 师讯处原济处长等, 寻回各道场, 进行关怀之旅。 宣达益京大学有力学员同修终身学习的新教务规定, 听取授课法讲师与学员同修的建议, 并解答疑惑,改进办理。 益京大学法讲师也努力地深入全省各地社区, 举办社区红法讲座, 为有缘乡亲父老介绍让人生平安的益京风水学庙法, 招收社区乡亲来学习上课, 让益京风水传入各乡镇社区, 大家都能长保平安。 益京大学更在年尾举办 112学年度干部研习会议, 召集各班各界的班级干部前来参加研习, 必变班级干部可以更加圆满协助法讲师及学员上课。 益京风水学的教育和学习永不止习, 欢迎社会大众有缘善知识, 一起加入学习的团队和平安的行列。 维新电视鬼卯年一经风水学术教育回顾。